疫情趋缓的后疫情时期 田志轩基金会即日起 巡回社区照顾关怀 据点来举办疫情音乐会 由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等人 20号上午来到了碧云庄服器站 要将音乐带入社照据点 除了是宣导防疫 也让社区老大人接触艺文 感受生活美学 让音乐走进社区 用音乐疗愈后疫情时期 田志轩基金会即日起 巡回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举办田志轩基金会疫情音乐会 用艺术的意取代疫情的意 20日上午来到碧云庄服器站 邀请老大人一起听听 三位青年音乐家 以中西乐器弹唱回忆经典老歌 在这个疫情 有逐步解封的情况之下 花莲各社区的服器站据点 也逐渐的开启 重新开战 长辈们又欢聚在一起 那这一次的这个 花莲疫情音乐会 疫我们用艺术的疫 那辛勤的勤 疫情音乐会 它其实也跟这个防疫的疫情 有一个相同的因的概念 那透过这个疫情音乐会 我们来深入社区 那这一次的音乐会 我们巡回几个点 那也非常感谢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的一个很大的帮忙跟支持 我们可以让这个音乐来进到社区 其实在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年代当中 一起来疗愈 一起来服御 我们长辈的这个心灵 大家一起透过音乐来放松心情 那各个据点的长者也觉得好开心 大概有五个月 没有在这个据点一起来见面了 那我们希望田志轩基金会 在深入社区 那透过音乐来服御人性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能够获得身心的一个比较安定 基金会董事长周美慧表示 感谢台东生活美学馆的协助 还有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参与 除了宣导防疫也活络老大人身心 透过接触艺文活动感受生活美学 而10月26日则将会在民生社区福气站巡回 欢迎乡亲踊跃参加 记得长帮业活灵师报导